前几天我不是发了个动态,说自己QQ号发射头被封了吧,然后VGame就上不去了,我以为我自己的千分号要没了,结果今天有网友告诉我了,微信绑定QQ之后就可以上来了,我试了一下还真行啊,那么这一把对线的是,一区千分王者武器,老样子Q把反击风暴给拉掉,然后站着线权就好了,现在武器都有点聪明了,说实话,不跟狼人换血了,打个E就跑,然后反击风暴CD是15秒, 我们的Q是6秒,所以可以放两次,那下一次就不能放了,只能往后拉了,回头,平A偏异,然后拉小兵,吸到身后去,你怎么办,要不要这么聪明啊,直接往厕所里走啊,那这样我也跟不上我的移速是335,他移速是350,只能先推线了,抢到等级,就什么都有了,再往前走给压力,别想A线了,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说明要开反击风暴了,那我也可以,正开,这接一发Q技能消耗完美, 老观众肯定知道,我下一步是要干什么了,闪现AQ,直接咬傻 哎,不是,你们看到没有,我跟那个小兵重合了,他没有A到小兵神二级,而是A到了我,我直接送他去世了,省了我个闪现呢,非常的舒服 等级优势后,快速回线过来保一首死哥,站在他旁边回城啊,哎,逮到了一只小炮,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怕不要他,给我打他 有危险,这个小炮明显在漫野,留技能,但是我不给他命组了,直接闪现Q 完美,对面人应该都来了,A的还是个老鼠,再拖下去的话,局势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我就很烦了,没有刚才那一下,我都回家补装备了,那这样我不是要一条命,报答两条命了吗 好吧好吧,其实我有回复的,也不是很罢,而且这个兵线非常完美,因为在这个位置武器不能随便交,哎,不是好哥哥,这线这么长 一旦我留Q的话,你不是死翘翘了,只能说,心真大,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还跳回来,还跳回来,对对,来,我还有屏障的,先不追了,我怕他那个W给我敲死啊 我们就稳一点,A小兵回截,等到下一个E的时候主动开E,把他给震开 没反击风暴,就是一个带宰的羔羊妈,不对劲 这一波下路对面人,在打架,但是莉莉亚并没有出现 上路河线没有刷,我选择,稳一手,绝对不去追 进攻全交给对面就好了,所有技能打防守,一上来就震开 果然是在的呀,那这波兵线只能吃惊艳了,小心推 我要放来A你咯,反击风暴,开 真的A你咯,开,在你咯,开,开,开 好,吓出来了,但是这一波我没有任何反手啊 这药光敲一下,直接到我的真实血量了,还是蛮痛的 边路血迹,此以我爆的速度,趁着武器真空期 利用移速加成,上去Q他一下,回复 A到半数以下,先开E,把反击风暴给逼出来 然后,恐惧,预判屏障 早知道不拉那么远了,屏障白开了,RAQ,Sony去世 第一件装备,破剑则已经出来了,开始准备 强塔,好得 那么在这里说一下,明天局里的更新频率非常高 不管是想看,对手受虐下饭用的,还是真的想些句子的 都可以点一个关注 当然,能点在投币,支持一下老狼人的话 就更好了,非常之,非常之感谢 潮重团,就要来了,感觉很吓人啊 为什么,全部人都在往这边靠啊 要打5w5了吗,那我赶紧利用这个河道加速 赔上大招距离范围,秒一个 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当到谁了 一下就化了 这团战结束的这么快啊 算了算了,回去接着士兵了 你要干什么,不要挡我的路哦 还能追吗,来尝试一下,勾勾勾 啊,算了算了,我走了,应该是没后续了 好像又有了,派克这么能惹是生非的 我来了,他这个火箭条约刚刚用过了 来住了,给他做掉 派老板发钱,三勃快 小地图已经看到对面了 但是我就是故意不走,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我很强 可以在这拖时间,我还可以修个牌子 走位走位,我有绝对的自信 这一下Q,戳不到我 浪费了时间,屏障,我也舍不得交出来 这是什么,这是自信 强者的自信 虽然对面那个上单是一个千分王者武器 但是,隔场我不是了 看到这个王主标没有 这一波就可以把那个防卫塔 直接给爆破带走了 现在的狼人拿到优势了 可不是开玩笑的哦 爆了爆了,一塔是我的了 看到旁边小路自愿过来了 这个技能先留着 开一根武器A 喜欢捏反击风暴 那你下条命再用了 我不打扰,我走了哈 发什么信号啊,又有谁啊 让我看看,哪个不长眼的 要我说多少遍呢 强者的自信 随便扭 啊,哎,等等你这一次不讲武德 好像要出事 意义不关,扛到最后 剪上,把他伤害全部给我剪了 OK,大难不死 必有补刀 真是有毛病了 玩个游戏还记仇 那中塔下塔 都没人去吃了,对吧 悄悄的,过来 埋伏其一兽 哎呦,喜欢把反击风暴交了清兵 别跑了啊 一套连招,满血掌杂线 送你回家了 恐惧,天马特AAA 狼牙,疯疯拳 不是,你玩个小炮看到我 不先想着跑 想着平A我是吧 哦,不好意思 旁边这么多人啊 没事没事 手望着铠甲加布甲鞋 谁用谁知道 哎,先收一个脱离团队的瑞尔 再往前跟 追个傻袍子 能追上吗 他的被动应该是快要消失了的 好,开Q 骗他走位 那我直接一个挺进接近了 恐惧回来 备合队友拿下 虽然这一把我是前排 但我不会扛那种没有意义的伤害 还是要注意一下 看情况 那这时候就可以上了 哇,闪现EQ恐惧四个 游戏结束 大家都没放 我看到这三个 但是 不许抬杆 我说四个就四个 好了 最后也是一波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明天鞠鱼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关注明天鞠鱼 谢谢喵